好 各位觀眾 花蓮七點二強陣造成許多民宅大樓倒塌受損 其中就包含花蓮在地的知名紅茶店鋼管紅茶 因為屋林比較舊的關係 這次地震造成棋樓梁柱嚴重受損 不只水泥快掉落 鋼筋也全都外露 目前已經被政府貼上紅單 也讓在地人非常擔心 會不會兒時回憶就這樣被拆除而消失呢 87歲的創始人林老先生 面對這一次的地震災害 也忍不住哽咽落淚了 我還寫管政府建設課啦 這樣才可以擔心 不然如果擔心就他不會把你生人這樣 對 結果他來 他來就在說什麼 我本人這樣說 阿伯說你快要幫我做 快要做 快要加強 他跟我說到這樣 我做什麼事 做一個歡喜 愈歡喜 愈愈苦 我們聽到資理行間都是林老闆對於鋼管 要請問 我們聽到資理行間都是林老闆對於鋼管 紅茶的不捨 而我們稍早也請教了 來看驗的結構技師 會不會強制拆除 技師表示目前還可以透過補強 來爭取時間 進行下一步的評估 但以目前現況來看 最好的狀況依然是拆除重建 只是這也必須要 其樓所有的屋主 同意之後才能動工 那麼短時間內 還是以補強的方式進行 避免余政不斷 來造成更大傷害 以上最新主播